凌晨3點多一輛白色進口車被追車包圍 左邊三輛黑色轎車狂逼車 槍手在後座 身體掛在窗邊 拿著手槍沿路開槍 讓白色進口車高速自撞電線桿 撞擊力道超大 車頭全毀 車上兩男一女拿著包包 丟下重槍駕駛拔腿落跑 附近民眾聽到十幾聲槍聲嚇壞了 一台車扁可以把他扁在旁邊 扁在旁邊 扁在旁邊 講四個 十幾分以後 我再偷偷地跑出去看 警方追查中槍的車輛居然不止一步 除了白色進口車被開了四槍 駕駛後緊中彈 子彈卡在腦部 腦壓升高 有生命危險 另外一部國產自小客被狂掃11槍 駕駛右大腿中彈 兩部車一共15個彈孔 變成蜂窩 這些是不是有恩怨 或是有什麼特殊的事故 有避重糾情的狀況 兩名重彈駕駛表示互不認識 警方不排除債務糾紛或幫派鬥爭 三輛黑車再撲車兩輛白車再狂轟15槍 治安真的太離譜 這才容許黃旭雲高雄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來燈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我最好的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